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薄熙来和王立军逐渐的就会感受到他们在做坏事 他们在做坏事 他们最后是崩盘的一种状态 薄熙来打王立军也耳光啊 王立军跑到美国领事馆 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因为所有的国民都在说 你们在做坏事 你们在做坏事 所以这国家离不开我们每个人去努力的去改变它 无论是在一个企业里边去改变它 还是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街上 去改变这个国家的市民也好 国民也好 我们每个人对政府的想象发生了变化 我们每个人对这个国家应该怎么走 走向哪个方向去发生了变化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强权到 跟这个国家的14亿人去对抗 我们的力量是最强大的 所以今天晚上我特别感谢我们各位 各位好朋友们 你们让我又一次感受到我们的普通人的力量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下面请我们回之老师 说两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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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句 说两句 没事没事 我说两句 我就说赫老师他比我小几个月 我感觉到他很久了 我认为中国最需要赫威方老师这种人品正直 那个学术串乏就不用说了 就还有呢 就有高度知人感和使命感的这种 这是精英 这是贺威方老师才在这里 我也不是所封存他 我认为贺威方老师还有一位我姓李的朋友李先生 不是我一直认为是我们这个国家的那个伎俩 真正的是伎俩式的人 我是客家人 不会说普通道 就算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